剛剛第五輛級女子柔道選手黃詩涵已經勇奪金牌 黃詩涵用柔道的高級動作遍體三角勒 在20秒內就把對手輕鬆解決獲得三連霸 那明天有這位李柏彥選手 李柏彥選手目前就讀國立體育大學三連級學生 而且在韓國自願的交換學生 所以非常吃苦非常耐勞 而且由於是單親家庭 所以更刻苦更認真更努力 那我們預祝李柏彥選手明天也拿金牌 那這裡附帶一句黃詩涵選手三連霸 六年為高雄市的付出 我希望他在學成之後 因為他明年就要畢業也拿到學成 希望他學成之後至少高雄市能夠在高雄市繼續的開花結果 在這邊有一個教職或是教練職或是教師職 謝謝